Ladies and 乡亲们 各种古的 最近有一件事比较刷屏了 上了热搜了 就是成都四十九中 有一个学生意外死亡 这件事现在调查结论也还没有出来 网上也是众说纷纭 说什么都有 但是甭管是说什么 大家关心这件事是没有错 人之常情嘛 谁都是从小到大这么长起来的 都经历过孩子这个阶段 早晚会为人父母 也都会有孩子 所以关心这件事很正常 你看就是现在我发现 就是我朋友圈里平时岁月静好的那些人 平时就是晒旅游 晒食物 是吧 然后晒这个什么西藏 就晒这个的 在这一次好多人都是说一定要让他上热搜 千万不要让他凉都把这件事 在朋友圈里反复的转发 所以大家关心这件事很正常 我觉得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每当这个社会有悲剧发生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跳梁小丑 甚至是讲了不齿于人类的渣子出来喷粪 突破这个人类道德的底线 比如说前面有那个龟头李 死四千人等于没死 哈哈哈哈 这他现在名声太大了 火了 因为我给他赐名龟头李他火了 结果现在又出了这么一个 也姓李 而且他长得也像个龟头 而且是那种羊尾的龟头 又出了这么个玩意儿 开始在这个网上喷粪 这个人叫李子阳 听说也是七十年代生人 毕业于北大国际政治系 现在还是出版社的这个图书编辑 自称是个人主义者 一直追求对世界的清晰解释 通过学习经济学得到了最好的分析工具 然后喜欢买书读书 以及和有共同兴趣的人聊天争论 看着像是个人 看着像是个人 结果呢 今天他发了一条微博 据说他微博上有九十万粉丝 因为我这个微博在17年就灰飞烟灭了 我也从来没关注过这微博现在 是吧 而且呢 我也这个没听说过这个玩意儿 今天他发了一条微博 他不揣冒昧的跳了出来 他说一个学生自杀 这帮人居然能弄出这么大的舆论热潮 可以想象新中国刚建立 内部外部还有一大堆敌人的时候 别有用心的坏人的危害有多大 所以镇压反革命啊 反右啊 都很有必要 否则这帮人早闹成变天了 国家今后万一有事 这帮人的危害不可低估 这是他5月11号 发了这么一条 纸丧马怀 颠倒黑白 篡窄历史 发了一条 然后呢 又发了一条 说成都本地的锤一顿 责令这个单位家长带回去严加管教 外地专程赶来闹事的 找个地方挖个坑都活埋了吧 这是人话吗 咱先别说这是不是话 这是不是人话 这是不是一个人该说出来的 现在还有人管他叫学者什么的 这就不是个人呐 这就是一个禽兽啊 后来呢 好多人就把他以前的一些个这个言论也都给他翻了出来 那比如说他在这个以前也都是在他的微博上 这东西都可以查到 我估计过几天他感觉都删了 现在都好在好歹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那大家都截屏保存了下来 那他这个18年3月19号发微博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可以问一个可算是扎心的问题吗 你要自由有什么用 那我就想问这个这姓李的一句 你要龟头有什么用 是吧 哎 压沙龙老师他就专门为这他这事写了一副对联写的特别好 那说李子阳论自由啊 没用啊 然后安公公论积积多余啊 然后横批啊 静心静念 这对他来讲最合适 你要龟头有什么用啊 你你你平心而论的想一想 你要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你直接接一个尿袋 接一个尿管 接个尿袋 接着膀胱了不就完了吗 你要这玩意儿有什么用 还容易惹事 是吧 你那脑子都很像这个了 所以可以了 你没必要要这个东西 在这个1月23号 那就是这个去年啊 他说虽然我也是知识分子之一 但每到关键时刻 看到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 我就只好痛心的承认 狠狠整知识分子一点也不冤 那对这帮四肢不勤 五股不分之辈 过几年就要狠狠的整 不然国家好不了 规律是狠狠整他们一次 国家就能得到一段好的发展时期 请问 哪个发展时期是整了知识分子之后好起来的 从焚书坑炉 咱一个一个算 从焚书坑炉 坑灰未冷 山东乱 流向原来不读书 焚书坑炉之后国家好了吗 二世而亡 清代的文字欲 国家好了吗 对吧 你57年你反右 你这国家好了吗 紧接着就三年经济困难 文化大革命 你这国家好了吗 什么时候是你整知分子把国家整好的 你这就简直就拿身体的另一个口在说话 然后呢 这还不算完 过两天他又发了一个微博说 战时状态的意思是宁可错杀也不错放 平时嘴欠好发牢骚的 战时状态最好把家里的键盘砸了 到了战时不要横挑鼻子竖挑眼 不要彰显自己的正义感去腰满人心 不要挑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那样做你会被枪毙 要么你报名上前线去打仗 要么在后方把你的工作做好 不要开动脑筋乱出主意你不懂 那疫情这都一年多了 天天新闻一大堆 您家里还有没有任何物资储备 小区被封两天您家就没饭吃了 要上网去呼救叫惨 我只能说您对社会的信心真是太足了 社会治理太好 也麻烦养出一堆废物 其实就是这几天的调整期而已 很多人大发牢骚 大家叹息 大发感慨 悲天敏的玩生客 甚至还有借机给汪主席翻案的 看来今后统一祖国的时候 必须先枪毙一批 劳改一批 不然这帮人的破坏性能抵消好几个 韩武编队 你懂不懂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 你的舒适念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你除了这个随便就杀人 你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你懂不懂什么叫以礼服人 你觉得暴力能包打一切 你算知识分子啊 你真给知识分子丢人抹黑 你最好的下场啊 就是跟这个大太监这个刘锦一样 刮上三千三百五十七刀 你让人不配活着 你才是一个浪费粮食 你就是一个渣 你就是一个败类 你就是一个禽兽 你根本就不能配称为人 用什么样的语言骂你 都是对这种语言的侮辱 是吧 而在这个畜生他还说过这样的话 说一辈子不生孩子的人除了一大堆粪尿 你给世界创造了什么 科研成果艺术作品造福人民的工程 好的社会制度你啥也没干过 这机器不当那一化不成 不就是想混吃等死的造粪机器吗 当年推行计划生育的时候 他绝对不是这么说的 那会儿肯定是没有这个微博什么的 他没有东西留下来 否则我们可以犯 看那时候他怎么说 完全就是羡慧 谄媚 赤裸裸就是法西斯想 他的这些思想啊 跟纳粹是完全一样 完全合折押韵的 他果然也为那个希特勒 就是把什么残疾人啊 什么智障人都弄死 他叫好 他说这个东西怎么评价 还有待评论 就是他觉得这个挺好 他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根本就是对于这个人 人性 人命 没有任何的尊重和怜悯 对人民群众 没有任何的尊重 而且高高在上摆出一副这个指点众生的姿态 你不懂吗 你懂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是吧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所以有人说他就是这个什么野生国师 是吧 你跟胡锡进能比吗 人家正局级啊 你连个科级都没混上啊 主任科学你干过一天吗 你懂 对吧 你懂 你就高高在上 是吧 太想当国师了 这个人 那就是野生国师 是吧 所以他发了在这个微博之后呢 压沙龙老师评论 说一条李莲英看了沉默 安德海看了流泪的好微博 是吧 然后网友评论 说这个李子洋没脑子 就会偷换概念 舔不知耻 臭不要脸 也得亏他脑子不好 否则这般阴损又魂不吝 真要是当了国师啊 那真是一场灾祸 对于他这个祸来讲啊 就是死谁都无所谓 他也不在乎 你说几十年的人文主义教育出来 竟然他就能不能想出这种招来 只要杀的不是他自己 谁死都跟他没关系 都可以把他呢 作为自己向上献媚的这个资本 所以这个东西 真的是把这个自个儿太高看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周待宇和华阳基的成功 极大的刺激了他 他也想当国师把人类的尊严自由 践踏的这个到脚底下 然后呢作为自己进阶的阶梯 说白了 这样的人他就是拿着无数人的幸福去向权力献媚 而且是赤裸裸的献媚 所有的奴才都是奴言卑气 对上一副摇尾起来的哈巴狗像 对下的呲牙咧嘴 张牙舞爪的一副模样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人 你只有越狠毒 你才能把这个 你当年没有发迹的时候受的苦就挣回来 我不知道他什么出身 他就特别想像周待宇那样 抱着一个裂了的缸去弄点这个残羹剩饭 他就是这么一个玩意 这种人呢 机关算尽 但是也难成功 以前我玩微博的时候 微博上也有这么个玩意 叫胡杨林 用胡适给自己做头像 当然他跟这个李子洋没法比 他只有12万粉丝 混到最后也只有12万粉丝 也整天各种献媚 只要有这个是不平之事 他就一定是站在这个打压这个不平的这个态度上 因为他发过很多这样的微博 我们那会还组织起来联合怼他 但这个人不要脸到极点 到最后他甚至不要脸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他自己遭到了网络暴力 然后把他媳妇的手机号公布在微博上 让他的粉丝去给他媳妇打电话 安慰他媳妇 他这么做的目的肯定就是希望别人去骂他媳妇 然后他要去报警 就这么意思 你想连媳妇都能骂 他这个人已经无廉耻到极点 所以你有廉耻的人是干不过没廉耻的人的 我只能跟大家说到这个程度 这么没有底线臭不要脸的人 不要听他说任何事 千万不要听他说任何事 我这次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你们小师娘一再叮嘱我 千万不要太激动 不要说脏话 我说我一定争取吧 争取做到 我真的希望以后在互联网上 再也看不到这个东西发生了 我希望他被开除地球球级 把他送回到火星上去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为这个畜生费了这么多兔嘛 已经突破了我的这个底线了 感谢大家关注YouTube袁腾飞频道 谢谢大家